接下来我们来看左洁净的问题 这种题目常常考 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一种题目 小明从A点 出发左洁净而到B点 也就是 小明 由这个A点出发 然后左洁净 到B点 这个走洁净是什么意思呢 走洁净的意思就是说 小明呢 他走的过程中 只能往上 或者往右 但是 绝对不可能 往下 或者 往左 这样子 这两种手法都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假设说小明他走到这里好了 那他如果往下走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他往下走的话 他就不是走洁净了 他要走洁净的话一定是 要继续往上或者是往右 那一样的道理 那一样的道理 小明在这一点的时候也不可能 走回去 因为他如果走回去的话 就不是走洁净了 这样 所以呢 这种问题的话 小明他只能往右 或者往上走而已 那现在我们来看 第一题 总共有 多少种不同的走法 你看 小明要从A点 走到B点的话 需要走几个 竖线 竖就是这个竖了 还有要走几条 横线 这应该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你看 竖线有几条 有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总共有四条 那横线有几条 有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有五条 也就是说 小明由A点走到B点 要走捷径的话 一定要走 四条竖线 五条横线 不信的话 我走给各位同学看 例如说 小明这样子走 一条横线 这条路线 然后又一条竖线 这边也是 如果他这样子走的话 你看 小明现在走到B点了 那你看 他这条路线 有几条横线 几条竖线 我们来算一下 有 一条竖线 两条竖线 三条竖线 四条竖线 你看没有错 四条竖线 那几条横线 一条横线 两条横线 三条横线 四条横线 五条横线 所以呢没有错 小明要从A点走到B点的话 一定 不管你是走什么路线 他一定要走 四条竖线 五条横线 这样 不信的话 我再举一个例子 给各位同学看 比如说 小明这样子走 小明如果走蓝色的这条路线的话 会怎样 有几条竖线 有一条竖线 两条竖线 三条竖线 四条竖线 所以呢 这个路线也是 会走四条竖线 那要走几条横线呢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也是 五条横线 所以呢 小明从A点走到B点 要走决定 的话 一定要走过 四条竖线 五条横线 所以呢 我们不要把 这四条竖线跟 五条横线 来做排列 就可以得到 他有几种不同的走法 也就是呢 我们把九阶层除以四阶层 乘以五阶层 这样子 不幸的话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竖然后 横 横 横 然后竖 竖 横 竖 横 这样子 是一种排法 这种排法呢 就相当于 我在这里蓝色化的 你看 一开始是一条竖线 然后接下来三条横线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两条竖线 也就是这两条竖线 然后再来是一条横线 也就是这条横线 然后接下来 就是这条竖线 也就是这条竖线 然后再来这条横线 也就是 这条横线 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你只要把 这 四条竖线 跟 这 五条横线 来做排列 你就可以得到 第一题的答案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如果 每次 经过C点 那么 总共有多少种排法 我先把 这些插掉一下 他说一定要经过C点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 分解成 两个 也就是 小明第一次 走 这一个 方块 那第二次呢 就是走 这一个方块 这样 那我们先来看 A走到C 如果要走捷径的话 总共有 几种走法 你看 A到C的话 要走几条横线 几条竖线 当然是 一条 两条横线 横线要走两条 那竖线要走几条 竖线就是一条 A走到C 如果要走捷径的话 如果要走捷径的话 有几种排法呢 我们就是把 这条竖线跟这两条横线来做 直线排列 就可以得到 A走到C 要走捷径 总共的走法 也就是你把 三阶层除以 二阶层 这样 这个呢 就是 A走到C 要走捷径的话 总共的走法 这样 那一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 小明由C出发 然后要走捷径到V点 有几种走法 你看 C到V的话 有 三条横线 然后 竖线 有三条 所以呢 总共就是有 六条 所以呢我们把 六条 来做排列 也就是六阶层 然后除以 三阶层 三阶层就是因为 它的横线呢 有三条 然后这里 三阶层 这个三阶层呢 是代表 它的竖线 有三条 这样 所以你撑一下的话 可以得到 答案就是六 接下来 第六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不经过低点的走法有几种 他说要 不经过低点 所以呢 我们只要把 全部的走法 也就是第一题算出来的 全部的走法呢 扣掉 一定要经过低点的走法 一定要经过低点的走法 我们就可以得到 第三题的答案 所以呢 我先把 全部的 A到V走捷径的走法 把它写一下 126 然后呢 扣掉 一定要 走过低点的 走法有几种 我们来看一下 他一定要走过低点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分成两个方块 这个方块 还有 这个方块 我们先来看 这个方块 这个方块呢 有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四条横线 那竖线有几条 一条 两条 三条 所以呢 我们只要把 三条竖线跟 四条横线 来做排列的话 就可以得到 A 走到 D 走捷径 的走法 也就是呢 7阶层 除以3阶层 然后乘以4阶层 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方块 D 要走到 V 有几种走法 好 你看 这个方块呢 有一条横线 一条竖线 所以呢 我们 就是把这条横线跟这条竖线来做排列 我们就可以得到 D 走到V 总共的走法 也就是 两种 那所以你自己算一下的话 可以得到 答案就是 56 6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4题 至少经过C或D其中一点的走法 有几种 那这一题呢 我们可以用排档原理来做 也就是呢 我们先把经过C的 走法把它算出来 也就是6组 我们第二题算过的 然后呢 再加上 一定要走过D点的走法 也就是 7组 7组是怎么来的 7组就是由你最向而来的 你刚刚算的 然后呢 要扣掉 经过C而且经过D点的 走法 这样 这一项就是 要经过C而且要经过D的走法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算出这一项 他现在就是说一定要经过C还有D 所以呢我们就是把问题分成 三块 也就是 这一块 还有 这一块 还有 这一块 这样 那你看 A走到C有几种走法 就是有3阶层除以2阶层 也就是这一个 那C走到D的话 你看 有两条红线 然后 两条竖线 所以 C走到D的话 就是有 4阶除以2 然后乘以2 这样子 那再来D到V D到V的话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就是2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一项呢就是代表 要经过C而且经过D的走法 这样子 所以呢答案 就是94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图中 自A到V 而且 不经过 阴影区域的 捷径走法 有几种 那么这一题呢 你看 他说 这里有一个阴影区域 然后呢你要从这个A点 走到V点 所捷径的话有几种走法 这一题 这一题他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他给了你 这个限制条件 阴影区域 所以呢 你不好用这一种方法 也就是直线排列的方法来做 那我们到底要 怎么来做这一题呢 我们就是利用 加法原理 怎么用加法原理呢 我做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A要走到这一点的话 有几种走法 当然是一种 那A 要走到这一点 有几种走法 当然也是一种 因为要走捷径 所以呢当然是一种走法 那A点要走到这一点 有几种走法 当然也是一种 一纸类推 这边就是 一种走法 那A点要走到这一点 有几种走法 当然 一种 那A点要走到这一点 有几种走法 当然也是一种 一纸类推 这里也是一种 那A点要走到这一点 有几种走法 我们可以利用加法原理 它就是 总共有 1 加上 这个1 也就是 两种走法 那A点要走到这一点 有几种走法 我们也是一样 利用加法原理 你就是把 1 然后加上2 得到3 这样 那我们来看这一点 A走到这一点 有几种走法 也是用加法原理 1加2得到3 那其他的一纸类推 你就是把对角线 的数字加起来就对 也就是 1加3 得到4 然后 3加3得到6 然后 6加4得到10 这样 那因为他说不能经过隐隐区域 所以呢 这个点跟这个点 你不用看 那你看 这个点有几种走法 A到这个点有几种走法 当然是10种 因为他一定要延续 这一个 也就是10 因为他这边根本没有东西 0加10 等于10 这样子 那接下来 这一点有几种走法 你看 这边是0 那这边是1 所以呢 这里是1 然后再来 这一点有几种走法 你看这里是0 0加1的话得到1 这样子 然后呢 1加10得到11 然后接下来 1加1得到2 1加2得到3 然后 11加3得到14 所以呢 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14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一题 这一题也是走捷径的问题 那我们 能不能用像 这一题的方法 也就是 用加法原理 来做这一题呢 当然可以 但是比较麻烦一点 不信的话 我可以做给各位同学看 你就是先把这个边边都摆1 然后呢 我们要来看 A 走到B 总共有几种走法 你看 1加1得到2 然后2加1得到3 3加1得到4 4加1得到5 5加1得到6 然后1加2得到3 那接下来各位同学自己做吧 这边4这边5 这边6 10 15 21 10 15 然后10加10得到2 15加20得到35 然后这边35 这边56 那这边70 那70加56得到126 所以没有错啊 跟第一题的答案是 吻合的 126 那再来 老师再示范一下 第二题 用加法原理 怎么做 你看 我们要先把 这个题目呢 分解成两个区域 因为他一定要经过C点 那我们先来看 A到C的走法有几种 我先把这个边边 写1 然后呢 这个1加1得到2 然后2加1得到3 所以呢 A走到C 总共有三种走法 我把它写在这里 那再来我们来看 C 走到B 有几种走法 我也是一样 先把边边填1 1 1 然后呢 这边 1 1 这样 那1加1 得到 2 2加1得到3 3加1得到4 2加1得到3 3加1得到4 3加3得到6 然后这边10 这边10 这边 10加10得到20 所以呢 7到V总共有20种走法 这样 那3乘以20 就得到60 跟第2题 我们用这一种方法做出来 大概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个翻译 它说如图 由A 左接近到B 总共有几种走法 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用加法原理 来做这一题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A走到这一点 有一种走法 那A走到这一点 也有一种走法 A走到这一点呢 也有一种走法 那A走到这一点 有一种走法 那这一点也是 这一点也是 这样 然后呢 A走到这一点有几种走法 就是有 1加上1 两种 然后 A走到这一点有几种走法 当然是延续这一个 也就是2 然后呢 A走到 这一点有几种走法 就是 1 加上 2 就是用加法原理而已 然后3加1得到4 然后接下来 A A要走到这一点有几种走法 当然是 延续这一个 也就是一种 然后呢 这一点有几种走法 就是 1加1得到2 然后呢 这一点有几种走法 就是 2 然后加上1 得到3 然后 这一点有几种走法 好 这一点的走法呢 就是延续 这里的 也就是 3了 那这一点呢 这一点就是 3加2得到5 这样 那这一点呢 这一点就是 4加3得到7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一点就是 5加7 得到12 所以呢 这一集的答案 就是 12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范例 如图所示 唯一含有 斜线的 旗盘形 街道 也就是呢 你看 这边有斜线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那现在呢 某人 想要从A取绝境 走到B 总共有几种走法 那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这一题 他说要左捷径 所以呢 A走到B的过程中呢 只能 往下 或者是 往右 绝对 不能往上 或者是 往左 因为要走接近了 所以呢 他在走的过程中呢 只能 往下 或者是往右 这样 那还有没有别种走法呢 当然了 你看 他这一题呢 还有斜线 所以呢 他还有什么走法 他还可以 往 右下来走啊 对不对 那他可不可以往右上来走呢 当然不行 因为呢 你要走这样子 右上的话 他就不是走捷径了 那他能不能 走 左上 当然也是不行的 因为呢 这样子走的话 就不是走捷径了 那他能不能走 左下呢 当然不行 因为这样子走 不是走捷径这样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这一题 A呢 他可以 往下 往右 或者是 往右下来走 这样 那你看一下这一题 他说要走捷径嘛 然后各位同学回忆一下 三角形的特性 这个等腰三角形 这是一个等腰直角的三角形 那么 我假设 这一个边 叫做A好了 那这一个边 我让他叫做B 那这一个边 我会把他叫做B 因为是等腰的 这样子 那我们知道 这两个边 相加起来 也就是2B呢 一定 大于 A的 所以呢 你一定会想到什么 我们来看 这一个 等腰直角三角形 你要从这一点 走到这一点的话 你要怎么走 才叫捷径呢 你当然不可能这样走 先 往下然后 再往右 你这样走不是走捷径 因为你这样走的话 他是2B 这样子 那你如果走这一条的话 也就是走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才叫捷径 因为这样子走 路线最短 因为 你这样走的话 这一条是A 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一定是 直接往右下来走 而不是 先往下 然后再往右 这样子 所以呢 这是这一点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A走到B如果要走捷径的话 他一定要经过一个 往 右下的路线 这样 他不可能说 没有经过 这一种往右下的斜线 有经过往右下的斜线呢 才叫走捷径 所以呢 我们来看 我假设这一点是C好了 然后这一点是D 假设这一点是E 那这一点是F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一个人他可以怎么走 他可以这样子走 你看 A然后走到C 然后呢 再走斜线 走到D 然后呢 再由D走到V 这样子 也就是A C然后 D 然后 V 这一种走法 这种走法刚好经过了一个斜线 所以他是走捷径这样 那还有什么走法呢 你看 他还可以 A然后 走到E 然后 经过这个斜线 走到F 然后呢 再由F 走到V 我把它写一下 A E F V 这样子 这样子走也是经过了EF 这一条斜线 这样子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分别来看这两条路线 总共有几种 走法 我们先来看第1种路线 第1种路线 第1种路线呢 我们要把它分成 两个区域 也就是A走到C 然后接下来 C走到D 因为只有一种走法而已 所以不用看 然后再来就是 D走到B 这样子 那我们先来看 A走到C有几种走法 就是 4阶层 然后 除以2 2这样子 那C走到D就是一种走法了 你就乘以1吧 然后再乘以 D走到B几种走法 就是3阶层 除以2阶层 这样子 所以呢 D种路线呢 它有几种走法 它有几种走法 就是18种 那再来我们来看 第2种走法 我们也是一样 把它分成两个区域 也就是A走到B 也就是A走到B 还有接下来 1到F 然后呢 再来F到B 那A走到E有几种走法 就是 4阶层 除以 3阶层 然后 1到F 一种走法 就是乘以1 然后再乘以 F走到B 就是 3阶层 除以2阶层 这样子 也就是呢 等于12 所以呢 我们把18加上12 就可以得到 这一题的答案 就是30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範例 如图 由A 到B 走接近 第一题 在P点 恰巧 拐弯的走法 有几种 我们来看 他这一个图 这一点是A点 那这一点是B点 这一点是P点 然后呢 他说 P点呢 要刚好转弯 也就是说呢 他有可能是 这样子 那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因为呢 你看 绿色的 绿色的 他这样子 游左往右以后呢 然后接下来 拐弯 就是 游下往上这样 那蓝色的呢 就是 游下往上 然后 拐弯 游左往右 这样子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分成 绿色还有蓝色的情形 分别来讨论 我们先来讨论 绿色的情形 绿色的情形呢 就是说 A 走到这一点 有几种走法 然后呢 再由这一点 走到B点 会有几种走法 然后把这两个乘起来 就可以得到答案 这样子 所以呢我们先来看 A走到这一点 有几种走法 就是4阶层 除以2 除以2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 因为 这一点 远着绿色的走到这一点 只有一种走法 所以 你就乘以1 乘以1也可以不写 然后呢 接下来 再从这一点呢 走到B点 有几种走法 就是有 5阶层 然后呢 除以2阶层 乘以3阶层 这样 所以呢 等于6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蓝色的走法 蓝色的走法呢 就是 A要先走到这一点 然后呢 再沿着蓝色的走 走到这一点 然后再由这一点呢 走到B点 这样 那所以我们来看蓝色的整个走 A点 走到这一点 就是有4阶层 除以3阶层走走法 然后接下来 沿着蓝色的走 那蓝色的走 只有一种而已 所以这边乘以1 就不写 然后再来由这一点 走到B点 就是有 5阶层 除以2阶层 乘上3阶层走走法 所以呢 等于4阶 那你就是把60加40 就可以得到 这一题的答案 100 接下来 我们来看 第二题 总共拐3个弯的走法 有几种 那我们就是先来算一下 A到B 有几条 竖线 有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五条 竖线 我这一个 代表 竖线 看到了呢 几条横线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六条 有六条横线 我用这一个符号代表横线 这样 那现在呢 他要总共拐3个弯 这一种题目呢 就好像不像你的题目一样 那我就是呢 先来排这六个横线 我先把六个横线排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这样 然后接下来 我们把直线 插入 这些 空格里面 插入这些空格里面呢 就是代表 拐弯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有几个空格 有 一个空格 两个空格 三个空格 四个空格 五个空格 那这一个也算空格 这一个也算空格 也就是说呢 这五条 直线呢 他可以插入 这些 插的位置 或者是 圈的位置 这样 比如说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如果在这一个插的位置 插入一个 竖线的话 那么你看 你插入这条竖线的话 就会有 两个拐弯的 因为呢 你看 往右 再来往上 拐了一个弯了 然后呢 接下来 又往右 所以呢 又拐了一个弯了 也就是总共拐了两个弯了 所以呢 这就告诉你怎么呢 这就告诉你说呢 你如果 把这些叉叉 插入一条竖线的话 他就会 多增加两个拐弯 然后呢 你看 他题目问你怎么 他题目问你说 总共拐三个弯了 所以呢 你这五个叉叉里面 只能选出一个 来插入 竖线而已 你不能选两个叉叉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选两个叉叉的话 他就会总共拐了四个弯了 这样子 就不符合 他题目的要求三个弯了 所以呢 我们只能 从这五个叉叉里面 选出一个来 插入 竖线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要 虚无选一的原因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你已经 拐了两次的弯了 所以呢 还剩下一个弯 要拐 那这一个弯 我们要怎么选呢 我们就是选 这 圈圈中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来看 你如果在这一个圈圈 插入一条竖线的话 那么你看 他这边 往上 然后再来 往右 拐了一次的弯了 所以呢 你看 一次弯 加上这个叉叉两次弯 得到三次的弯 这样子 就符合题目的要求 这样的弯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一题呢 就是要在 这五个叉叉里面 选出一个来 还有要从这两个圈圈里面 选出 一个来 插入 竖线这样 那既然是要从 这两个圈圈里面选出一个来 所以呢 这边要乘以2 这样子 也就是c2选1 然后接下来你看 你看 他总共有 5条竖线 那这5条竖线呢 根据这里 你看我们是 选一个 圈还有 选一个叉嘛 也就是说呢 这5条 竖线呢 你要把它分成两堆 来放在 圈还有一个叉的位置 所以呢 这5条竖线可以怎么分呢 它可以分成 一堆是 1 然后呢 第2堆是 4个竖线 这样 但 还可以怎么分呢 它还可以分成这样子 第1堆 有两条竖线 然后第2堆呢 3条竖线 这样子 这样子也是一种分法 所以呢 这就告诉你什么 这就告诉你说呢 这个圈呢 它可以这样子 像第1种情况 排1条竖线 然后这个叉呢 排4条 竖线这样子 那还可以第2种情况 也就是呢 这个圈 排2条竖线 然后这个叉呢 3条竖线这样子 所以呢 总共有两种方法 所以这边乘以2 然后接下来 你看 这两种方法呢 每一种 都还可以 调换顺序 比如说 这个 一条竖线跟 这4条竖线 来调换顺序 也就是 这个圈 排4条 竖线 然后这个叉 排一条竖线这样子 那一样的道理 这两条竖线跟这三条竖线呢 也可以调换顺序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这里还要乘以2的原因 所以呢 我们追击的答案呢 就是 5乘3 2乘3 2乘3 2 得到 40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范例 请报器长名一次虚3秒 转名一次虚1秒 中间间隔2秒 那么30秒 可有几种不同的信号 那我先假设 我们要长名x次 短名y次 那既然 长名x次 短名y次 所以呢 中间间隔一定有 x加y几次 这应该很容易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 长名如果两次好了 还有假设 短名 如果有 三次的话 好 那么中间间隔就是 这一个还有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 总共有4个 中间间隔 那这个4个中间间隔怎么来的 就是你把 这 两条 长名 再加上 3条 短名 然后-1 就可以得到4 那接下来他说 总共要30秒 那你看 长名有几秒 长名就是 3乘上x 所以长名总共有3x秒 那短名呢 短名就是有 1乘上y 秒这样子 那中间隔就是 2乘上 x加y减1 然后要等于30 那划减一下 我就可以得到 5x加上 3y 等于32 这样 那我列一个表 把所有可能的清水 算出来 当x等于0的时候 你看 当x等于0的时候 他这边会变成 0加上 3y等于32 那y你看 y你算出来 竟然不是一个整数 所以 x等于0是错的 因为 x跟y一定都要是整数 这样子 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x等于1的时候 你把它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 y等于9 那接下来 你把x等于2带进来 你可以得到 这边就是10 然后加上3y 等于32 那这个10把它翻到右四来 就可以得到了 22 那所以呢你算出来 y 不是整数 这样子是错的 所以呢 x等于2不对 那接下来一纸类推 你可以得到 x等于4 y等于4 它也是符合 这一个式子 那所以呢我们这一题呢 就是 把它分成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就是 长明一次 短明9次 然后呢中间间隔 就是 1加9-1得到9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 长明一次跟短明9次呢 来做排列 就可以得到 10階除以9階等于10 那第二题 第二题呢就是 长明四次 短明四次 那你把 长明四次短明四次 做排列就可以得到 8階除以4階 4階等于70 所以呢你把10加上70 就可以得到 这一题的答案就是80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一个翻译 先限定一个来讨论 这是做这一种 节目的技巧 进夜楼 一二楼间 楼梯有10级阶梯 高二张阿松同学上楼值 他一步 或跨一级 或跨两级 或跨三级 那么他有几种 不同的 上楼方法 我现在 我现在先假设 一步 跨一级的 要 x 那一步 跨两级的 要y次 一步跨三级的 要z次 这样 那因为有10级的阶梯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 这一个式子 也就是x加上2y加3z 等于4 而且我们知道 syz 一定要是 整数 而且 syz 都不可能是负的 这样 他可能等于0 但是 不可能负的 这样 那我们 就是 先限定一个来讨论 那你看 谁前面的系数比较大 就是z 前面的系数比较大 所以呢我们限定力来讨论 也就是 我们先来看当力等于0的时候 当力等于0的时候呢 我们再进来就可以得到了 x 加上 2y 等于10 所以呢 x呢 他可以是10 然后 y是0 这样子 或者是说呢 x等于8 然后 y等于1这样子 或者是 x等于6 y等于2这样子 一直在推 这一排呢 他都是z等于0的情形 然后再来 我们来看 当z等于1的时候的情形 z等于1的时候 你把它带进来 就可以得到 x加上 x加上 2y等于7 所以呢这个时候 x可以等于7 y等于0这样子 x等于 5 y等于1 这样子 一直在推 这一排呢 就是代表 z等于1的情形 0 那这一排呢 各位同学一起 这一推 它是代表 z等于2的情形 这样 那我们先来看 x y0 z0 z0 有几种排法 你就是把 8加1 得到9 9阶层 除以8阶层 就可以得到9 然后 x等于6 y等于2 z等于0 有几种排法 就是有 8阶层 除以 6阶层乘2 等于28种 那接下来 一直在推 你就可以得到 你把这一些 1加9 加28 加35 一直加下去 加到4 可以得到274种 来 我们来看 一笔画的问题 什么叫做一笔画呢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我们要写2 2的话 这样子 一笔画就完成了 那3呢 3也是 一笔画 就完成了 那你要写4的话 你要写4的话 有没有办法 一笔画完成 没有办法 不限的话你看 4就是这样子写 然后呢 你画到这里的时候呢 又要回去 然后再上来 然后又回去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就会重复经过了 重复经过的话 那 就不叫做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范例 它要你 用一笔画 来完成 下面各个图 那有几种方法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图 我们要从 A点 一笔画 画到B点 什么画呢 我画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他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画下来 然后呢 选择这一条路径 然后 接下来 选择这一条路径 然后选择这条路径 这样子 就一笔画完成了 那还可以怎么画呢 还可以这样子 从这里 然后选择这一条 然后接下来 选择这一条 然后接下来 选择这一条 这样子 也是一种 那还可以怎么画呢 还可以这样子 从A出发 然后直接就走这一条 然后呢 选择这一条 然后再绕回 到这个V 这样子也是一笔画完成 一纸类推 你总共可以找到 6条 所以呢 这一题的答案就是6 那我们也可以不用那么麻烦 一个一个清醒列出来看 我们也可以用 这一种方法来做 也就是呢 把三条路线当作 直线来做排列 得到三阶层 等于6 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我现在如果从A点出发 然后到达这一点 到达这一点的时候呢 他有 三条路径可以选了 也就是选这一条 也就是选这一条 或者是选这一条 或者是选这一条 所以 有三种选法 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选这一条好了 那么他到这里的时候呢 有几种选法 就是有一种选法 然后这是第二种选法 也就是说呢 他可以往这一条走 也可以往这一条走 所以呢 总共有两种选法 这样子 那我假设 他是走这一条好了 然后呢 他到这里的时候 他到这里的时候呢 已经不能够往这一条走了 因为这一条已经走过了 所以呢 他只有这一条 可以选而已 也就是呢 他这边要乘以1这样子 然后呢 就一直走 走到V 所以呢 总共就是有 三阶层总 等于6 那依此类推 这一个图呢 你看他有几条路径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五条路径 所以呢 你就 把这五条路径呢 做直线排列 得到五阶层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个图 第3个图你看 他有 一个大圆还有一个小圆 那么我们就是分别来看 小圆跟大圆 我们先来看大圆 大圆的话 他有一条路线 两条路线 三条路线 这样子 所以呢 大圆 他就是有 三阶层总 左宝 那小圆呢 小圆他也是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所以呢 这就是 三阶层 这样子 那所以呢 第3题的答案就是 36 那有些同学可能会问老师说 为什么是 三阶层 真的三阶层 不信的话 我做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你看我从 A出发 然后到这一点 那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有三种选法 也就是 一种 两种 三种 那我假设我选这一种好了 我先把三写一下 那呢走到这里的时候 有两种选法可以走了 也就是 这是一种 然后这是另外一种 所以呢 这边称2 这样子 那假设说 我走这一条好了 我走这一条进去的时候呢 你要绕完这一个 小圆的话 我们在第一题 就已经知道 他有三阶层总了 所以呢 这边乘以三阶层 这样子 那你把这个小圆绕完了以后 走到这里 那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他有几种选法 他就是剩下这一种选法可以走 所以呢 这里就是乘以1 也就是呢 你看 你这样子走完以后 刚好就是 三阶层乘以三阶层 那再来 这一个图 这一个图更简单了 也就是呢 我们在 第1个图知道 你要把这一个 圆绕完 要三阶层总拍法 那要把这一个圆绕完的话 也是要有三阶层总拍法 所以呢 答案就是36 那接下来这一题 这一题你要注意一下 他有一个大圆 然后三个小圆 然后三个小圆 他就是总共有 四个圆 也就是呢 这里是四阶层 你如果不信的话 我可以 放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他从A出发嘛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 有三种选法 那比如说 我选这一条好了 那么 你要把这个圆绕完的话 要三阶层总拍法 然后接下来 他到这里的时候 他到这里的时候呢 剩下两种方法可以选 所以这边乘2 那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他走这一条好了 那走这一条 他绕完这一个小圆的话 要有三阶层总拍法 然后接下来 到这里 到这里的时候 他只有一种选择 也就是 走这里 所以这里就是乘1 然后呢 他到这里的时候呢 要绕完这一个圆 要三阶层总拍法 然后接下来 他就是 就得走到V了 所以呢你看 这样子的话 刚好就是 三阶的四次方 让你来说 我看的时候 我看的时候 你带我来说 我一个人带我用 我看的时候 你带我来说